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湾很多传统市场的美食 卧虎藏龙 在台北虎林街的黄昏市场 有一滩炸鸡 当地人形容叫做秒杀炸鸡 招牌炸鸡腿 加入了苹果泥 还有中药粉去腌制 所以腌出来的鸡腿肉吃起来厚实又多汁 光是招牌炸鸡腿 一天平均可以卖出1500多汁 很受欢迎 同样热销的 还有这款限量35块钱的鸡排 炸鸡吃起来很爽脆 鸡肉厚实 口感却很鲜嫩 每天下午三点半一开摊 几乎都被人潮包围 但是老板说 只营业四个小时 晚来可就吃不到了 来鸡腿限量的 鸡腿35 满满满夹夹就好了 你看 堵的就用手不用擲 眼睛筋好用手 这样而已用手 秒杀炸鸡果真名不虚传 刚炸好的鸡翅鸡排鸡块 炸起一落下 菜篮族卯足全力全面开夹 生怕晚来铺空 有三点多就会来 强喔 就跟它挤啊 就跟它挤这样啊 还开摊没多久 摊位早已被饥渴的韬客给包围 前台人气正火 后厂油锅火力全开 有炸手酥炸鸡肉 早就轮班好几回 差不多一开摊开始炸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在那边排队 因为婆婆妈妈的手脚比较快 我们那种年轻人站在后面的话 可能就会手脚慢一点点 所以会再等一锅的时间 要趁早才能吃到的 限量35元鸡排 是陶客欣欣欣欣 高CP值美味 透实大块的鸡排 外衣炸得金黄香酥 散发出的香味 直叫人口角流行 十克闻香而来不会放过的 三只五十元炸鸡翅 每一只都炸得鲜香酥脆 吃来卡丝脆口 这股香气刺激了食欲 是不少掏客的新头肉 它的鸡翅的话也是肉多鲜美 炸起来的话就是放冷的话 吃起来其实跟刚炸起来 虽然是冷掉还是口感很好 一只二十三只五十 但是好吃不看这个鸡翅 外面的鸡翅都没有 这个鸡翅真的很棒 一般人鸡翅吃的都是鸡翅 一旦也真的很有脂肆 很香 金黄飘香的铜板炸鸡 滋味鲜美 能让客人一传十十传百 天天报到 靠的是每天送上门的大量新鲜肉鸡 我们鸡翅一天的话要四家店 要用掉一千五百只左右 两斤刚好七十 一斤到三千 在后厂和儿子一起腌肉 老板温文静卖炸鸡走过二十个年头 出身新竹额眉 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茶农 还没有到市场摆摊之前 从事过茶业贸易 那时靠着高价茶壶买卖 赚进了大把新台币 那时候景气 亏掉好几千万 我老婆都不讲 她不讲 我说你最起码要给我知道 怎么亏了 说你一定要逼我 你逼我我就 我就要离家族走 那我听到手脚都软下来了 后来我就 刚好有惠人相助 在板桥碰到我一个碰到 她叫我做炸鸡 人生顿时从零开始 文文静没有怨队 只盼望能做点小生意 及早还债 一块块鲜美炸鸡腿排 就是伴随家人度过难熬的 负债人生 表面炸出焦黄香脆 掀开鸡皮 露出白嫩嫩的鲜肉 是不少客人指定的美味 外面酥 里面比较软嫩又新鲜 吃起来比较甜 外面的都比较干涩 吃起来它里面也是有汁 它是新鲜鸡肉下去炸的 所以它比较好吃 笋子回味的鲜美炸鸡 能获得民众青睐 是因为用料给人放心 后厂油锅里的液体黄金 每一滴都是鲜有成本的舍 才有美味的德 我不擦那个油 炸出来温度高的话 油会有出一点小烟的话 我们就知道那油就不行了 连卫生局也来抽炸我们的油 我们的油每次抽炸都是合格的 现在你抽炸一次不合格 它都会上网 上网也破坏你的自己的名誉 制作每一步绝对要对得起良心 现炸的人气炸鸡腿 每只四十元炸的酥香焦脆 散发浓浓肉香滋味 这一位博得陶客宠爱 却也又恨又爱 这吃起来就是外酥内软 瞬间爆浆爆汁 叶三个又藏到 很厉害 吃到我们家说 不要够买了都大够了 但是你每天你也想要买 为了好吃 明以思为天 就是要吃 甘愿发胖都要品尝 背后的美味力量 就在于每样杂物 做法都极为细腻 每天直送的金山地瓜 切好之后还要再仔细检查 味道才不会前功尽弃 看你以为有没有瑕疵的 有没有那个 闽南话讲树虫 有吃掉的 黑掉的 那个黑掉之后炸出来 那个味道很不好 所以我们都会检查一次 炸出来之后 那个皮薄很好吃 不输那个 不输那个马云薯 用心酥炸的地瓜薯条 一根根染色金黄 不断洋溢着香甜滋味 万一香脆 内心绵密为Q 是不少客人的 午后小确幸 其实它的地瓜真材实料 就是都切得很大块 所以吃下去很有饱足感 很适合当笑茶 熟豆刚才好 白芝稠炸 白芝稠炸 来到刚才松一松 很好吃 芈芈 赞不绝口的酥炸点心 是温文静用心制作的美味 现在一家人靠着炸鸡摊 偿还上千万元债务 能如此顺利度过窘境 领得好口碑 评的是对品质的执着与坚持 心坚就是王大 而且不要用什么化学的东西 纯天然的 你自己都不敢吃 你还卖给客人 对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 所以说我们坚持 就是用最好的肉 最天然的那个食材 因为心中的那把尺 时时提醒自己 才能二十年如一日 每天制作鲜美的炸鸡 温家人努力打拼 不仅重破新生 也成功在评价的 虎林街市场 赢得好评价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您品尝 一系列的小吃甜点 首先来到桃园龙潭 这里有一家车轮饼 不同于市面上的车轮饼 这家老板夫妇 特别在外皮跟馅料上 发挥创意 像这款紫心地瓜 选用的是小农生产的 紫心地瓜 从外皮到内馅 都是天然的紫色 吃起来香浓又健康 还有名字很可爱的 粉红猪小妹 是用红麴粉 做出来的粉红外皮 内馅加入是自己煮的 香草卡士达还有粉圆 眼前所有缤纷的色彩 送进嘴里 都是纯天然的美味 倒入五颜六色的面糊 让考台瞬间变得色彩缤纷 划入的大颗内馅 就像浸在面糊里的泥球 这家在桃园龙潭的车轮饼 从外皮到内馅都很吸睛 更令人惊艳的是 这些多彩的创意口味 全都是用天然食材制作 我想到的是健康 不会跟一般那种市售上的香料 香料的添加 这种都很天然很自然的 吃第一个口感的时候 还真的蛮特别的 我想不到有这种的组合 老板娘张其慧 一边亲切地招呼客人 一边忙着烤饼 老板张建棠 有在后台做面糊馅料 夫妻俩共同撑起小便 用给自己孩子们吃的心意 来烤出每个车轮饼 我们小孩子每天下课 就是抓一个饼在吃 当然也是希望说 他们能够吃得健康 然后我们看着他吃 我们自己也安心这样子 因为是要给孩子吃的 张建棠特别注意原料 坚持不用一般粉 一般粉用久了 就会慢慢发现说 它可能有添加了一些香精 或是色素 然后久了就会觉得说 其实吃那种东西 对身体可能没有什么好的 对 加上我老大他其实比较差 就是会有那个过敏性的皮肤 对啊 就是尽量就要给自己小朋友吃的话 就不要再用郁斑粉 内馅也要健康取向 用紫形地瓜更一样 它本身的价值也比较高 因为说紫地瓜有花青素嘛 它抗氧化功能比较好 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食品 撒好的煮食地瓜泥 看起来很粘粒 为了确保品质 为了确保品质 香剑糖都会亲自市味道 搞整出最有影响的口感 主要会用在这个新鲜的食材上 像芋头啊或是地瓜 因为它煤皮的甜度啊 然后还有新鲜度 然后品质都会有一点不同的差异 对那我们市味道的目的是 希望说把它每次的成品 都是有一个规格化的表现这样 面糊融合紫心地瓜粉 变成诱人的粉紫色 和紫心地瓜馅一起倒入烤膜 烤出营养又健康的紫心地瓜车轮饼 饼皮有着淡淡的香甜 而内馅的紫心地瓜泥 分量扎实 味道浓郁不腻口 让人一口接一口 它口感很香甜 然后真材实料 对 然后可以吃得出 那个老板很用心 想吃的时候偶尔会过来买 很幸福 张建棠原本在火锅店服务 但工时长 下班后七女都睡了 每天一身浓浓的火锅味 往往让他在深夜思考 这或许不是杏鱼的味道 有时候很累 你一走进房间 可能老婆就被你熏醒了 他说你赶快去洗澡 对啊 小朋友还那么小 他很怕说什么卫生 或是说不好的气味 会影响到小朋友的成长 发育这样子 而当时正好有个车轮饼摊 要转让 这让他回忆起小时候 最幸福的味道 说就是常常 妈妈带着我们去逛市场 妈妈就会常常 几乎每次都会买给我们 对啊 然后我就会很记得说 那个东西小小的 然后可是就是热热的 吃起来就是很温暖 为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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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